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奈何腿太短了 顾不着手机 过了一会儿 他又想到了罗德之前 放在床头上的水 他一搞木板倾斜 让水杯滑向自己的手中 成功拿到水杯的杰西 发现自己根本顾不着 喝不到水 杰西并没有放弃 他又想到了放在上面的吊牌 慢慢地将它取下 用吊牌做成了吸管 成功地喝到了水 由于太累了 杰西便睡着了 翻夜醒来 杰西惊讶地发现角落里竟然站着一个 长相怪异的人以为自己出现幻觉的杰西 闭上双眼 闭上眼睛的杰西突然就想到了他小时候的画面 杰西12岁那年 父亲带他来到河边观看日食 父亲把他抱到腿上 竟背着他打手枪 之后 父亲还威胁杰西不要讲出去 晚上父亲当着母亲的面说谎 杰西愤怒地摔碎了玻璃杯 刺痛了杰西 杰西突然想起 利用血液润滑让子弟脱离手铐 于是他再次拿起手杯 用玻璃碎片划破手 人痛挣脱一只手 拿着钥匙 打开了另一只手铐 杰西对伤口简单包扎了一下 就开车准备 泡泡求救 却再次昏倒在地 再次醒来时 杰西又遇到了那个怪异的人 他拿着装满宝石的袋子 伸下了杰西 为了逃命 杰西交出了自己的风景 最后 杰西成功地获救 并继承了丈夫的高额财产 但杰西每天晚上 依旧会看到那个怪人 几个月后 杰西从报纸上得知 有着练尸屁的变态男 被警察抓了 而这个变态男 竟然和那个怪人 长得一模一样 于是 杰西便在变态男 被判刑的时候 跑来确认 果真是他 最后杰西 仿佛重破新生 电影结束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听说点赞 关注的朋友 对你等上人生巾峰 你去白风美了 你还在等什么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